敬请期待 有预计什么时候会出来吗? 应该五月份也可以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配我们的灯 我是觉得这样DMX出来也蛮方便的 可以有线或无线 但是能用无线为什么要有线的 也是可以用Wireless DMX 我想要用CRMX 这是我刚才想跟你讲的 很多客户都提到要用CRMX 还是你要内键CRMX进去 进去的话就会涉及到的另外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可能之后有一个升级版本 就是内键CRMX 那就超方便 这个版本就可以我们的灯状 因为目前有CRMX的这种控制器 那个很贵很贵 有一个萤幕 不知道 我忘记叫什么 一开头了 反正它就是有CRMX内键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触摸屏 触摸屏 对对对 你设置那些 然后上面还有两个旋钮 这样子 就会很 感觉还蛮方便的 因为我们所知的话 我们买那个 那个模块的话 还是不贵的 就那个模块就很贵 而且 好像在中国买的时候还是比较难买 你说CRMX的部分吗 对 买它的芯片 就是你知道 还要进来 进口 需要进口 就要那个税内的部分 就比较贵 对 然后 基本上好像 好像 但是因为 看起来 慢慢 慢慢 大家都开始往CRMX 都往这边走 都往这边走 又有不同品牌 又有不同的 它自己的无线DMX 就变得有点乱七八糟 可能会造成 跟这个Wireless 一样的问题 东西多的时候 也会创谈 创信号 创谈 创谈也会乱七八糟 嗯 不然就外接啊 就外接啊 就外接啊 就自己买 这样而已 OKOK 因为内建电池的 就还蛮少的 因为通常都 你还要再 就是可能做很轻巧 但是 还要再接电源出去 之类的 它内建电池 对 比较稀有 嗯 那这个东西 我们本身 做的时候呢 就考虑到的 就是说 整个我们产品 一个生态的问题 嗯 你 目前来讲 我基本上还是说 一个灯 一个灯在这样卖 但是 如果算一个十几个的时候 十几个 对啊 有十几个 有主灯啊 有主灯啊 等等这些 这样比较好控制 对啊 这几个东西 哪里放到哪里 才能讲到 对啊 好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OKOK 没问题的 好啊 再继续逛 谢谢啦 你没关到什么时候 蛤?我一直逛 逛到最后一天啊 明天 好 明天是最后一天吗 十九号 对 明天之后一天 我也会来啊 对啊 逛到完 就是有 有能看的 就多走几次嘛 太羡慕了 就 那妈的自由 这就是自由 就多走几次嘛 因为 走第二次就 诶 怎么会看到 不一样的 可能我漏看到了 什么东西 你想说 可能有摊位 可能像很忙的 我就先绿过 再走第二趟再去看 而且的话呢 你 就 可能在这几天 你了解到的 只是一个产品的基本 一个型态 它里面的一些功能啊 它里面的一些 有没有 我每一个厂家 我都去 一直狂玩 就玩嘛 就是需要玩 这就是整场好玩的地方 对 你要玩的话 才能了解真正的产品 它里面的一些东西 嗯 就像我们介绍 给客户看的话 它只是看到一个 一个表现 好像说 灯 对 就是一个灯 就是看到一个表现而已 怎么用 怎么用啊 Apple怎么用啊 包括 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 feature 怎么接啊 等等 之类的 很大的 所以说你有时间的话 就玩 没问题 好 我要继续玩 谢谢啦 拜拜 拜拜 拜拜